继续带您关心天气 今年第九号台风泥沙 行进路线非常的多变 气效站表示泥沙台风 可能持续增强为中度台风 成为今年第一个侵袭台湾的台风 最快会在周六上午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所以要提醒民众预先做好防台准备 今年的第九号台风泥沙 因为受到台湾东北角地区的高气压影响 造成各国预测行进路线差异很大 不过这个高压有持续增强的趋势 因此台风将不会偏北走 预计礼拜日从花莲登陆 是今年第一个西台的台风 路径往台湾的方向是机力蛮大的 那预计台湾来的话 它都在30号的两点的时候 它就会在花莲附近登陆 泥沙台风目前位置在菲律宾周围 持续茁壮增强 以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 往北北西方向前进 有发展成中台的可能性 最快周六上午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下午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因为它的结构还蛮完整的 它来的话风雨都是会有的啦 那中度台湾的话 它的风力就会比较强 但雨的话不管轻度或中度 它的雨都还是有的 还是会有破碍力的 这次台风将会笼罩全台 各地天气都会受到影响 而高雄因为有中央山脉阻挡 影响时间大约会延后8小时左右 不过周六周日还是台风最剧烈的时候 预计下礼拜二才会完全脱离暴风圈 请民众务必做好防台准备 港督新闻张世民许淑凯开放报导